最新的智能绷带可以刺激细胞生长 加速伤口愈合 且会适时将自己分解 我们习惯于在伤口上使用窗壳贴 但研究人员也在探索一些利用高科技的方法 超薄智能绷带有望成为糖尿病导致的溃疡等慢性伤口的突破性医疗方案 最新的技术利用电疗来加速愈合 并且更上一层楼 一旦愈合还能安全地自行生物降解 该项目由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 研究结果于2月22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 截止目前仅在小鼠身上做了测试 从而产生了第一个可吸收的生物电疗绷带 以及第一个智能再生系统的案例 15%到20%的糖尿病患者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患上溃疡 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损伤 这些损伤常常被忽略 并且由于血液循环减少而导致愈合缓慢 甚至不能愈合 而伤口开放的时间越长 就越可能发展成严重的 有时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或感染 电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因其可以吸引新的血液流向伤口 从而加速愈合 但是治疗所需的医疗器械过于笨重 且只能到医院去做 而智能电动绷带将为患者节省时间 金钱以及冗长的就诊时间 它是这样工作的 这种新型的柔性绷带包裹住伤口部位 并且在材料的两面都带有电疾 一面位于伤口顶部 另一面则围绕着伤口 同时 它有一个线圈 用于收集能量 并接近进场通信系统NFC 用于无线传输数据 由于电流加快了伤口愈合 因此额外的传感器 会密切关注进展情况 并可在出现问题时提醒医生 在开发阶段 该团队意识到 由非常薄的金属木制成的电疾 可以慢慢地深入降紧 而不会阻碍愈合过程 在将新绷带应用于患有糖尿病 溃疡的小白鼠的研究中 该团队发现 大部分金属可在6个月内 被镊齿动物吸收 而残留在小鼠器官中的则极少 更重要的是 每天仅做30分钟的电疗 愈合时间便加速30% 一旦完成较大动物的试验 该团队希望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由于系统中不包含药物 因此 丰带获得FDA批准上市的可能性 会比其他治疗方案要快得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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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